字幕提供 主持人的 好啦啦啦啦 老師啊 QA了啦 就是複製人的 首相面相指紋 都跟原來的人一模一樣 那命格 命運也會一樣嗎 我覺得不會一樣 雖然是複製他 但是你複製出來的 出生年月日時 沒有辦法複製 比如說你是民國 70年5月2號生的 你怎麼複製民國70年5月2號出生的 同一個人 沒辦法 對啊 那我們算命是用出生的年月日時 下去推算 不管你現在用主流的 不管是指揮斗書指平八字 還是鐵板神算 都是用你的出生年月日時 下去推算 所以你出生的那個時 就註定你的命格 沒有辦法改 你不能說我把它塞回我媽媽的肚子裡面 又再蟲生一次 沒有不可能 你可以複製他這個人 是他的身體結構 細胞都跟你一樣 但是命運是完全不一樣的 老師你剛好回答 頭七會回家對不對 那街友沒有家 他頭七去哪裡 頭七齁 他街友沒有回家 他應該會回去看他的親人 或是看他的街友 你懂的意思 假設他是在龍山市這個對面的廣場 往生的 他可能第一個會去看他的街友 第二個他會回他 因為畢竟他在成為街友之前 還是有親人的 除非他的親人都往生了 那就沒有辦法 因為往生了也沒有家了 那他就不會回去 如果他沒有家 他就是只有看他的街友 那如果 無父無母 絕子絕孫 沒有親朋好友 一個人住深山 那他就會去深山 他會去他 活著的時候住的地方 他會去那邊看一下再離開 第二題 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男友要省房間前去公廟 跟女友在公廟做愛的話 就會陷阱神明 對對對 還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男女朋友 在做愛的時候 因為太興奮 會喊 Oh my God 我的老天爺 這樣會對神明不敬 因為就喊到神明的名字 對啊 對啊 我的三叔公啊 我的官老爺啊 這樣子 會 如果只是 Oh my God 就是我的天 應該是不會 但是你如果說 我的官聖帝君 那就會褻瀆神明 對啊 你不能把神明的名字 嗆出來 你就說 我的天 天不代表任何一尊神 可以 如果你說我的 老天爺可以 老天爺可以 因為老天爺應該 正確來講 不算是一尊神 一般我們會稱的 就是說 玉皇大天尊 那就是真的神 沒有指引到信 你如果說 我的玉皇大天尊啊 太爽了啊 那就不行 因為你這樣 就真的褻瀆到神明 我未來網友 因為呢 會有那個 比較快結束的問題 方間的流傳一個方法 就是說 那你那個 要分神 要分心 所以這時候你最好沒有 波羅蜜多心經 用念佛經的法治 分神 這樣也會有褻瀆神明的問題嗎 佛經喔 會 對佛菩薩不尊敬 一般我們念經喔 會在一個 比較 乾淨 莊嚴的地方 清淨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你念經 如果念到 功力很深厚的時候 萬念歸一 一念不起的時候 有時候佛菩薩會來 降臨 會來 幫你加持 所以有的人 念經念一念 會聞到香的味道 多半都是有佛菩薩降臨 或是有護法神降臨 那這個時候可能會給你加持 但是如果 做那黨事的時候 念經的話 萬一佛菩薩降臨 那不是很尷尬嗎 那就會褻瀆到神明 那基本上我覺得 你在做那黨事的時候 念經喔 佛菩薩是不會降臨 因為他又不是笨蛋 他也知道你在做那事 只是 這樣子做 對這個 第一個經書上面的神明 或是佛菩薩 或是這本經 都不夠尊敬 不夠禮貌 是這樣嗎 對 是怎樣 那人家密宗也是有修關洗法 感覺是神明很愛看 都一氣叫來看 那個 這個雙修 他沒有念經 他只是這個氣的交流 這個密宗 他有九節佛風 他就是有的氣是從左鼻孔進去 到身體循環一圈 然後再從右鼻孔出來 這就是氣的交流 但是很多人他誤會了 他很多人他誤會了就是 雙修就是要做那黨事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跟我接觸到的密法 說法不一樣喔老師 是啊 是不一樣啊 你好煩啊 是不一樣 我接觸到的那個密法說法 不是這樣喔 對啊 另外那個 我還沒有問完 還沒有 下次再問 啊 大明明明看看 中文字幕提供